哈喽,你爸爸说我,你爸爸说我 这就是傅城镇和方黄村所造成的土匪行为 我们省里面,市里面,县里面,有关部门都找了,现在都互相推 你看看,我家的财产都被他们在,从7号发生,昨天21号才,派出所才通知,就是已经他们清理过了,通知我 说我的财产他们清理出来了,他们有这么权利这样做,难道政府的权利正大不法吗? 中国的法律在哪里? 你看,老人现在无家可归,今天都离东了,给老太医死,给他的死去的前辈,烧纸,都没地方了 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吗? 我家的房子被强拆,财产,就财产被毁,政府互相推毁,没人过问 现在我的农田,矮在,矮被毁了,你们看,远方可以看到我的农田,那块被毁的农田就是我的 他们什么权利?是谁给他们的权利? 请广大王民帮我转发